其实熟悉刘翔的人都知道 刘翔除了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之外呢 还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 在外比赛 运动员常年的生活都是如此 他最为牵挂的是父母 我们现在跟刘翔一起来看一看 关于他家里的一个片段 比赛开始 熟悉的起跑非常的顺 他目前打在第一位 旁边的是特拉美 奥里加尔斯 熟悉 现在位置 刘翔 刘翔游了 刘翔游了 刘翔从而到了历史 世界上去奥运会冠军 刘翔获得了奥运会军 世界上去奥运会冠军 刘翔游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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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小時候真的是我爺爺的寵愛 還有我爸爸媽媽的寵愛特別多 他們對我無微不知的關心和照顧 讓我一直記在心裡 可以說對 所以說清醒無價吧 當然師徒情也是無價的 我們導演、我們劇組都非常理解你此時此刻的心情 其實我很不願意看到這個鏡頭 對 讓我們跟你上海的家裡面連線一下 好嗎?謝謝 你好 爸的 您好 爸的好 您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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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很开心,你得到奥运和冠军之后,我比什么都开心,你妈妈也很开心,包括自己年轻的十岁,我们在北京迎接你的时候,我是一个劲的傻笑,你妈妈是一个劲的掉眼泪水,我们心里无比的激动啊,开心啊,也无比的幸福,刘翔爸爸,身体怎么样,胆结实怎么样,我现在身体很好,你拿了冠军以后, 我身体一天比一天好,不是我拿冠军,是你儿子拿冠军,希望你都拿冠军 对刘翔的成绩让大家感到很惊喜,惊喜之外呢,还有点意外,在你看来,他是情分多呢,还是天分高呢 刘翔确实在跨栏上面,他有他很大的这个天赋,应该讲,除了他这个自身所具有的一些神经和肌肉的这个协调性之外,那么他还有一个很很大的特点,就是善于动脑子,因为我们这个是,虽然前面是个体能性项目,但是我们这个跨栏,就更要讲究这个技术, 因此他的训练中间,特别善于动脑,所以说有些技术问题,我可能对某个运动员讲,可能要讲七八遍,那么他可能就是一遍两遍,他就过了,他就掌握了,那么这是他的天分这一部分,但是我感到,他的成功应该讲,更大的这个成功在于他的情分。 08年,在我们北京,也在我们自己的祖国,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 要谢谢我教练。 就在我们各个运动队呢,纷纷寻找杨教练,杨腔的时候呢,我们的孙海平教练,在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运动项目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上,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。 我想呢,刘翔的成功离不开孙海平这样的富有智慧,勤勉的教练,也离不开他身后大批的科研人员和后勤人员。 在这里呢,我们要向他们表示信念的问候,祝他们新春意患。 你是一股风,驱走自卑,迎来自信,改写历史,创造奇迹。 你十一团伙,点燃希望照亮国人,拨开阴霾,温暖心灵。 你乞讨的一刹那,双手带奖,如批波斩浪。 你冲刺的一瞬间,黑发长飘,如英机长空。 你用精神突破了一道漫长的封锁线,你用信念筑起了奥林匹克一道巍峨的山峰。 多少的视线,在这一刻,变得羔羊而朦胧。 多少的泪水,因此而模糊了手臂的武咒。 我们说你是英雄。 谢谢大家。 。